跟蜜蜜一决胜负 新蜘蛛 跟我来相铺一决胜负吧 不行不行 怎么可以跟女生玩相铺呢 以为我是女生就瞧不起我吗 我的力气比你想让中还要倒 石头下面有好多小虫啊 哇 真的有耶 跟我相铺吧 我们又要跟你玩了 痛痛痛 五岁肩膀就酸痛了 你要怎样了 它里看起来很不错啊 看起来好好吃啊 差不多可以吃饭了 小心跑去哪儿了 对哦 说去拿西瓜就不见了 这拿它没办法了 你们在做什么啊 要做的猛大肚鱼 如果有发生的脑筋 要表现最大的感觉来对决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对决 你们还真是难懂啊 那个孩子是谁啊 连续西瓜小姐发 我才没做那么坏的事呢 是吗 因为西瓜发生了这样的事啊 大肚鱼对决赞成平手 所以还没分出胜负 什么时候平手了 对决之前要先填饱肚子才行啊 我要点够了 这好吃 我也可以一起吃吗 请吧请吧 不要客气哦 你叫什么名字啊 它叫秘密 秘密 那你的爸爸妈妈在哪里呢 在我不注意的时候 他们早下日 一定是在某个地方迷路了吧 那个 说起来迷路的 应该是你自己吧 爸爸妈妈一定很担心你哦 不然我去一趟事务所 确认一下好了 好 不好意思 爸妈给你们添麻烦肉 你爸爸妈妈现在一定也这么想吧 对了 小心啊 出外旅行还能交到女朋友 你还有一套嘛 不是女朋友了 我对小孩子没兴趣哦 我也一样啊 对尿尿乱滴的小鬼才没有兴趣 我尿尿尿才不会乱滴的 被我说到所以三七七了对吧 才没有了 都怪你乱说话才会变成这样 不是 不是 我尿尿才不会乱滴的 大便倒是沾到一点 好朋友 我现在喜欢上星期就这个人了 哎呀 你太过奸了啦 虽然不太懂 先把裤子穿上好嘛 那么西瓜就决定是我们家的咯 为什么是你们家的 那就猜拳决定嘛 不要 我很会小铺 所以小铺比较好 嗯 可是我今天的预地行程拍得满满的 那 叔叔来当你的对手吧 真的吗 好 来吧 广志如果输了就换我吧 开始了 放马过来 那就 预备 开始 加油 加油 站住一下 太赶就使不出全力来了 请让我一下哦 让你焦焦焦 哦 吃哒哒的 你跑去泡水了嘛 来 我们继续吧 不 那个 不用建议 没关系了 那好吧 站好 站好 预备 开始 我赢了 那接下来是爷爷 不 我就不用了 你 你真的好强啊 刚才他还轻松地 把一颗大石头举起来哦 绝能做到这种事 你为什么不早说啊 既然这样 西瓜就是随我的了 不过竟然跟小星不相上下 真了不起啊 最近的小孩子吃的东西很营养嘛 嗯嗯嗯嗯嗯嗯 你这孩子又在吃什么啊 冰在盒里小黄瓜 小黄瓜 哦 咪咪也要吃吗 冰的恰到好处对吧 口感真真人相应啊 跟两个老头一样 不过啊 在河边认识又擅长相扑 而且喜欢小黄瓜 简直就是河头嘛 爷爷自己看起来才更像河童 脑袋光溜溜的像盆子一样 背上的角壳就够完美了 我反而被打了越枪啊 哈哈哈哈哈哈 人家你在这里啊 你的父母亲来咯 爸爸妈妈 这样怎么行呢 自己一个人跑出去 我们到处找你呢 我们正好在事无所遇到了 我女儿沉蒙你们各位的照顾了 谢谢你们的帮忙 不客气 那我们回去吧 我不要 感觉好不容易才交到朋友的 朋友 我就演员新资助五岁 现在在春日部独幼稚园呢 不介意的话 就跟我们一起吧 孩子们好像也已经变成好朋友了 那就公斤不如从命了 请问请问 你们的帐篷搭在哪里啊 在很远的地方 咪咪 要唱卡拉OK吗 咪 新资助 如果我真的是河童的话 你会怎么样 我想想哦 把你带回家 我要让你跟我的其他朋友见面啊 如果电视台也来采访的话 也许就可以接到主播的姐姐了 到时候如果有很多人来采访的话 我就上脑筋了 做一些Q版的河童商品来卖 应该也不做哦 这是什么意思 把我当展示品吗 你不是说我们是好朋友吗 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啊 我不想再理你这种人啊 怎么回事啊 咪咪把西瓜摔破了 小心你是不是做了什么惹咪咪生气的事啊 我什么都没做啊 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 真的很对不起 不会不会 请不要放在心上 他只是个孩子嘛 那么我们告辞了 晚安 晚安 西瓜 已经不冰凉了 咪咪 咪咪咪是我的好朋友啊 在山上的早晨还真是不错 今天好像也会很热哦 就是啊 小葵 要不要跟奶奶去沉津散步啊 我也要跟小白去散步 小西 吃完早餐就要马上回去了 不要走到太远的地方去哦 这么乖 如果中午之前不出发 回去的路上会塞车的 我想想后 好久不见呢 都说这里很浅了 咪咪 我一直在找你们住的地方耶 我不想跟打算把合同当展示品的人说话 那这个 拿错了 这是装小白匾匾的袋子 其实我是想把这个袋子送给你啦 拿去拿去 西瓜 我把没弄脏的部分捡起来冰镇过了哦 我把没弄脏的部分捡起来冰镇过了哦 真好吃 吃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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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星之柱 昨天突然对你发脾气 是我不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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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这么清爽的早晨跟我一起散步好不好啊 西瓜的事不用在意没关系哦 给我哈密瓜代替就可以了 哈密瓜 小黄瓜上加蜂蜜的那种吗 嗯 不是那个 嗯 但是我对星之柱打算把合同当展示品的事 说什么都没办法原谅 蜜蜜 你真的那么喜欢合同吗 嗯 该不会是 啊 该不会是蜜蜜你 嗯 蜜蜜你是 合同的 我 我是合同的 什么呢 合同的超级粉丝之类的 不 不是那样啦 可是 我并没有要把合同当展示品啊 嗯 如果 我真的遇见合同的话 有一天 我遇见了合同哦 耶 跟合同变成好朋友的我 变成超市蜜蜜的人哦 可是 大家因为合同闹成一团 合同有危险的 哇 啊 啊 啊 我一定要守护合同哦 可是你说如果电视台来采访的话 到时候我会请真的合同躲起来啊 然后我要代替他跟主播大姐姐说话哦 用我的QR魅力引发合同热潮 建立一个合同的国度 合同的国度 对 让合同们可以一起快乐收获的国度啊 站好 站好 预备 开始 用力 用力 继续继续 继续 站住 啊 啊 合同的国度 如果真有那样梦想一样的地方 应该很棒吧 是吧 小欣 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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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么一样啊 啊 原来是这样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星之助 你的心我现在已经明白了 我就知道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这是当然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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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果然是跟星之助 在一起啊 不是叫你不能自己跑出来吗 啊 没关系了 对了 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早餐呢 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一大早就饮酒做乐 真羡慕 不是 吵死人了 这些人真是没礼貌啊 垃圾到处乱丢 真是没功德心 在露营场盖好之前 这里原本是一个 又漂亮又安静的好地方 我们一家 一直都住在这附近 不过 今天要离开这块土地了 我们就像漂流在 河里的树叶一样 为了能寻找 安心居住的地方 而四处流浪啊 原来是这样啊 发生了什么事吗 跟邻居发生了纠纷吗 或许吧 我忍耐不住了 我要去提醒那些孩子 门门 你要去亲戚那些人吗 不是亲戚了 是提醒提醒 真是的 等等 美娅 提醒虽然很重要 这种时候 身为大人的我们 一身作则不是更好吗 这里也有一身垃圾哦 好好 要保持环境的清洁哦 你们几个 在做什么啊 那还用问吗 在捡垃圾啊 你们也要好好维护 大自然的整洁层行啊 要从小地方 夜点夜点的累积啊 可是我不太会打扫 打扫完就给你豪华小饼干哦 我会努力的妈妈 这是个现实的家伙 虽然有点怪怪的 他们几个都很善良嘛 对啊 我们就在这里多留一转子看看吧 变得清爽干净 真是太好了 那些年轻人其实蛮单纯的嘛 奇怪 秘密人呢 说的也是 他爸妈也不见了 那是什么 给星之助 如果跟你们道别 就会觉得孤单 所以我不想说 可以认识星之助 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秘密 他们走了吗 我本来想好好 跟他说再见的 哎呀 你看看 用河里的鱼当猎物啊 看来他们好像 真的是合同家族哦 既然这样我也要 我好想把 豪华小饼干送给他哦 送一颗就好 哎呀 要送的话就全部送了 秘密 秘密 我也觉得很开心哦 开心哦 以后再跟我玩吧 这就是青春啊 以后再来这里玩吧 大心之助 来是没关系 不过要先告诉我们哦 小白走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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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